做家常烙饼时,有人烫面,有人用凉水和面,其实都不对 今天就给您分享一下烙饼的正确状态 首先在大盆中倒入500克的面粉 加点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先用筷子搅匀,再分次加入37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 水的温度在30-40度就行 如果用凉水和面的话,烙好的饼干硬不好吃 开水烫面烙好的饼,吃着不够筋道 搅成面絮状,揉成一个稍软的面团 这个面团不够光滑 盖上保鲜膜,先饧面10分钟 10分钟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面团,已经松弛好了 拿出来放面垫上,稍微揉几下 再昏成4个面积 每个面积约210克 然后再将每个小面团也给它揉圆揉光 都做好之后,盖上保鲜膜,再松弛10分钟 接着拿出一个面团,给它擀成圆面片 稍微厚一点 淋上一些食用油,均匀的涂抹开 再撒上适量的椒盐 最后撒点干面粉 这样能让饼更好的分层次 接着再拌进处,切上一刀 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边缘顶头都要捏颜色 尖头朝上方,再压扁 生呸就完成了 先不要着急去擀 再松弛10分钟 松弛好的面积 再去擀的时候就不容易回缩了 可以两面去擀 饼子的薄厚也一样 电饼趁预热刷一层油 放入生呸 表面刷一层水 这样可以使烙好的饼 吃起来更柔软,不发干 也不会觉得油腻 盖上盖子烙,防止水分流失 大约烙上一分钟 饼已经鼓起来了 接着在上面刷一层油 拖起来翻一面 两面都烙成这种金黄色 饼就熟透了 可以出锅咯 咱们呢,加上烙饼就做好了 要多软有多软 里面还都是小薄橙 吃起来柔软还筋道 凉了也不欢迎 喜欢吃烙饼的朋友 可以试试这种做法 呢? 吃饭了